不如跟大家讲一下 刚才提到中小企面对银行 收紧贷款等等的问题 你自己听到的情况是怎样 或者这个改变是否近期才出现 其实不是近期出现的 基本上是年头的时候 有一部分银行 不是一概议论 有一部分银行曾经因为 本身我们的管员 就是抵押品或者物业之类的东西 因为贬值 所以它因为贬值的情况之下 将它的credit line缩减了 或者是将它 就是要它将某部分 因为贬值了那部分 所以它还会的 这个是早年头到年中 那段时间正在发生的事情 所以算不算其实是叫做 趋还或者叫做提前贷款 还是叫做补返的额度 其实是哪一样呢 我想应该是 我想银行都是做生意 它看到银行都是变值的 对它来说 就不是太安全 所以它就叫 这部分的客户 就是还款 或者是将它的credit line缩减 这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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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